院长,以及行政院,吴院长,各部位所长,我们的行政院团队,各位县镜,大家早上,大家好,今天呢,早上,我们媒体呢,刊登了很大编误的报道,有关于呢,我们六亲啊,三藏大福啊,相关台数集团, 这个是十华叶的龙头啊,的一个公安问题啊,台数既然调除的一个决策,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,也等于是承认,有人为的师父,包括在整个管理上的师父,台数身为十华叶的龙头老大,而且在台湾的贡献也相当的大, 那我们行政部门,也为了因应这一次突如其来的一个公安大意外,也要筹备成立一个十华叶的一个监督委员会,这个建议,以及成立的这个相当的良善, 那不过,我们也要深入了解,也不要因应会时,到底对我们十华叶,以及公安,以及环保上,有没有实质的帮助, 当然有帮助,也一定要势在必行,那如果单单是因为台数集团十华叶,他们为了在整个成本的控制,以及呢,整个七人小组求好心切,以及也不了解整个呢,我们材料,一个 的使用上,所以说,我们有使用过,这些汽车,你如果用护牌的零件,跟用正牌的零件,那当然在品质上,就发生很大的这种变化, 所以造成公安,这个也很可能发生的机率相当的高,但是,技术性,我们别概不谈,最重要,对于公安意外的发生,政府有责任,也有决心,要追根究底,但是,我们成立十华叶的一个监督委员会, 比照美国,以及欧美各国现金的国家,还是,比照呢,我们现有的,各部会,应该要监督,也是要祭出重罚,要怎么样,让业者,自行去管理,因为涉及的层面,以及技术层面,我们政府,也不需要, 仓仓,在这方面,我们只要监督这些公司,企业,工厂,我想逼他们做好就好了,那你如果政府,又跌床驾屋,可能所受到效果还是有限,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出一个小...